学习古人智慧 追求功成名就 创造职场风云 穿越古今上班咯 随着时代的进步 各行各业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也越来越难 身为上班族的你 可能会有过这样子的想法 就是与其面对公司部门单位里的勾心斗角 整天看主管的脸色形式 不如干脆就自己来创业 自己当老板 不要再领死薪水了 但有这个念头的同时 你可能又会犹豫 这样做是否是可行 成功的机会又有多大呢 想要自己出去创业 需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 先来听听这个状况去 再请专家给你一点建议吧 哎 终于到中午休息时间了 整个早上感觉像是度日如年 我觉得最近上班好烦 有种倦怠感 我们组长还一直丢事情给我做 计划部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事情要处理 哎 露露 我觉得你们管理部好像蛮闲的 还是我申请换部门去你们那边 小陈 你会不会想太多了 你上个月才刚进来 而且跟你同期进来的阿红我也认识 是啊 我看他就很上手 而且你们组长很照顾你们啊 都亲自带你们从基础做起 哎哎哎 我好歹也是硕士毕业 阿红只有学士学历而已 怎么能放在一起比较呢 虽然我是新人 但是我们组长教的东西都太简单了啦 那些我早就会了 根本在他身上学不到什么 还一直丢杂事给我做 根本把我当杂工嘛 会吗 我倒觉得你们组长在训练你们从基本开始做耶 这样到时候就可以独当一面了啊 露露 你不懂啦 哼 算了 我看我也不要换部门了 这间公司也没什么前景 我还是赶快辞职 自己出去创业当老板好了 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再也不用被人指使做事了 好吧 如果你有这么远大的理想 就祝福你咯 这个小陈啊 这么好高骛远 沉不住气 出去自己创业就会成功吗 人如果不肯做符合自己身份 地位的事 一定会陷入不祥和必穷的困境 像小陈这样在职场 遇到不满意的事 就不想继续工作 想要辞职的人 在现代的社会当中 还不算少数哦 并不是说白手起家 自己创业不好 但前提是 一定要把自己完全准备好 多学点本领才是 待会我们就来听听 《当孔子遇上哈佛》 系列同书的作者 经典达人 李克明先生的看法咯